还有没有吃雪糕吗? 有 有,有点盐吃雪糕 夏日嫌嫌,吃雪糕都吃得出汗 在客户里飙着冷汗 因为分分钟吃完的痣牙物质下肚 最灰祸首是还养月圆 这款欧盟禁用的痣牙物质 首先在6月和7月 被验出在Hagen-Dazs雲丽娜雪糕出现 当时食安中心通报 家庭葬、迷你杯、桶葬都无一幸免 这个Evelyn Osas还养月圆 它通常不会落在食物里面 它通常会用在一些随虫剂的成分 或者一些清洁剂的成分 但应该不会牵涉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 这个污染的渠道可以有很多 例如你说随虫剂 它可能曾经出现过在某些弄作物里面 而它最后有应用到来制作其他食物 例如面包、雪糕、饮品 它又有机会出现很微量的污染源 如果它长期过两颗吸收 可能它的癌症的风险也会大了 根据世卫组织的资料 我们法例上说1.8毫克 这是一个每天的上限 亦有一些数据说到 你在一天里8个小时连续 不要将你自己接触在这些还养月圆 超过一个PPM的浓度 因为还养月圆有机会是空气揮发的 日前更发现有两款华儿含有 还养月圆的味道已经流入市面 它们是曲奇运勒腊 和比利时朱古力味 虽然已经下架回收 但想查真一点自己买了的雪糕 有没有受到影响 可以看看盒子上的最佳食用日期 以下就是受影响批刺的日期 而有六款雪糕的小量批刺 都有用受影响的原料 例如运勒腊焦糖朱古力蛋糕 运勒腊红桑纸 运勒腊芒热情果等等 它们并未在香港市面流通 虽然已经奉存了 但市民都… 担心的,怕影响健康 暂时先不吃这种牌子 等过了一段时间 看看会否再出问题